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张超 那么前面有小伙伴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说 我的头发该剪了 OK 我还是没有去剪 所以我今天戴个帽子吧 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 就像题目一样 我们想聊一下神尔 那到底有没有神尔呢 其实我的理解 任何一种尼尔都会对应到一个时期 一个环境 一种目标鱼 甚至是鱼体的大小 比如说你今天在一个地方钓鱼 用其他的尔都不上鱼 但是有一种尔就不停的狂拉 那它会给你产生一种心理暗示 让你觉得这个尔特别牛逼 你就会自然的把它给神化了 这样的话就传出来了 比如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神尔米诺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神尔Vib 就好比前一段时间我去广东南水钓大翘嘴 那新干线在90天的时间里面用那个Vib钓了24条米级大翘嘴 然后我们去了 当时我刚开始的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进行这个做钓 因为要钓到水下70米80米 这个是之前我不曾尝试过的 慢慢的在视频里大家也看到我用这个尔连着上了两条米级大翘嘴以后 我把这个尔也分给了我身边的钓友 大家也都用它钓到了大型的翘嘴 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深化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我觉得狂在那一刻特别是在冬季大水面深长 它的从水底垂直向上的移动过程中的一个摆动的幅度和它的双生道设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后匹配到了当时在深长的这些大鱼的鱼情 然后也遇到了一群很给力的大鱼 成就了当时那一刹那神尔的表现 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都会有着类似的表现 不过刚才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 今天我是想为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心里面更接近神尔更泛用 更能够应对更多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耳 那么就是亮片 钓舞当中其实最常用的尼耳可能就是亮片了 我们总结了一下亮片有几个特点 好比在不同的环境下江河湖海或者是溪流里面都可以去使用它 第二个就是针对不同的目标鱼 在我的印象里可能只要是铝性鱼类可能都会去攻击亮片 那第三个就是它的水层的泛用性 其实亮片是一个全泳层的尼耳 我们可以根据亮片不同的形状重量去控制它的水层 下一个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亮片的廉价性 亮片真的很便宜 相比其他的尼耳来说它的价格很低廉 那我们在很多外出做掉的时候 特别是在陌生的水游 我们进行湿掉之前的探路先锋都会选择亮片 其实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它挂了可能不是那么的心疼 再者就是亮片结实耐用结构也很简单 体积比较小风足也比较小 低于远头在野外的话可以覆盖更大的水域 而且操作来说的话相对非常简单 对于新手或者老手来说的话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体会 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尼耳 关于亮片的操作我以前做过一个视频 在野水的老视频里面大家可以搜索进行观看 上面说的那些都是亮片的优点 其实亮片也会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在环境方面草区就没有办法使用亮片 还有就是当我们掉水面的时候 亮片可以成为一种水面锡 但是不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它没有办法停留在水面 再就是做掉的针对性 那还是刚才的例子我们在南水调撬嘴用的是YB狂 那亮片没有办法做到那样的抖动 所以这些情况下亮片可以用 但不是最优的选择 那第二个缺点就是亮片比较容易挂底 多数情况下我们亮片上都会上一个三本沟 在我们去到一个陌生水域 进行大范围搜索的时候 它作为探路先锋 往往是损失最大的最惨重的一个R 那我挂掉的亮片可能都不能按个数来计算 可能需要按金数来计算了 需要控制水层的时候 那对于新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形状和重量的组合来控制水层 那等一下我也会为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去做防挂 如何去控制水层的一些小技巧 从形状跟泳姿的呈现上来看 亮片分斜切亮片 留液型亮片跟烧性亮片 那很显然斜切亮片是最利于远头的 其次是留液型亮片 最后是韶性亮片 从泳姿的呈现上来看 韶性亮片的抖动幅度最大频率最高 其次是留液型亮片 最后是吸气亮片 所以当我们出药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做药目的去选择不同形状的亮片 那么关于防挂呢 我是这么做的 当我出药一个陌生水层的时候 我可能会用到一个没有鱼钩的亮片 去用挤杆去覆盖一下这个当时的水面 至少我会知道下面有没有鱼网 其实这样的话是大大减少了我的亮片的损失 然后我根据我的最大的需求去选择 是用三门钩还是用单钩 那单钩的跑鱼率 其实跟三门钩没有太大的区别 反而如果用到一个相对大号的 钩门比较宽的单钩的时候 我们中的大鱼 它的跑鱼率还会降低 那我会在一些比较容易挂的地方 但又不得不掉的地方 去选择单钩来进行做掉 那这样的话也是会降低损失的 那除此之外呢 开阔属于我就会选择三门钩 OK这样的话 用以上的这些方式 那就大大减少了我亮片的损耗 那关于控涌层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你收线的速度 第二个就是你干肩的角度 那我在操控亮片的时候 往往这样操作 首先我把亮片打出去 让它沉到水底 然后用一个相对较慢的速度来拖动它 这个时候我会发现亮片实际上是在水底 蹭着水底移动的 我能感觉到水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轻调干肩把亮片带离水底 然后再用一个相对较快一点点的速度进行收线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可能这个亮片偶尔会蹭到水底 OK 那这个时候我会再给它轻调干肩 再加一点点速度 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亮片完全蹭不到底 那这个时候的状态呢 其实亮片离底已经很近了 那这个水层 往往是我们搜索底部目标鱼的一个最佳的作料范围 如果要想进行高阶的操作 那就是当它有偶尔蹭底的时候 你标记这个点 收线收到这里 你去轻调干肩 让它越过这样的障碍 那这个是比较难的 对于信手来说 我觉得刚才那个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尝试 总的来说亮片是每一个玩路亚的人都必须要修炼的一门功课 当我们拿到不同品牌 不同客重 不同形状的亮片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些模拟的测试观察 比如说我把它扔到水里去观察一下它的陈速 我去在水边拖动一下它 感受一下它的阻力和它的摆动幅度 然后再进行试掉 那基于你对它的了解 当你把它抛出去的时候 你除了会更有信心以外 你也可以更好的让它去呈现它的泳姿 更好的去防止它一抛下去就挂掉 减少你的损失 那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那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的自媒体频道 并点击视频下方的点赞收藏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